人家很嚴重 為什麼要這樣虐待小朋友 拿手提袋擋住臉部 全身包緊緊 暴打摔嬰的57歲 蘇姓保姆不發抑鬱 快步離開 15號都水南所做筆錄 攻撐自己 腳痛才會情緒失控 八個月大的寶貝被當初起包 家長憤怒 提告傷害 那我女兒之前就是她帶的 都沒有什麼 那小孩子她帶的都OK 對 所以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不滿貴的 也就是這 真的是她自己情緒的控管上面 不適當 這個家長很驚訝 因為她的孩子曾給蘇姓保姆帶過 如今傳出才八個月大的小女嬰 被保姆先是八頭 又是抓腳猛摔 短短二十秒被暴打七下 造成小女嬰額頭小腿瘀青 儘管第一時間保姆已經被解聘 還吊銷執照 但家長依舊人心惶惶 這麼恐怖 你本來是保姆要來這裡 保姆帶的嗎 對啊 現在來看 重回拖映中心 一早還是有家長送小朋友過來 標示信任拖映中心的處理態度 但園長也私下透露 有兩位家長已經取消拖映 身為人母的女藝人 看到這次的虐嬰事件 也憤憤不平 逗著小女兒對著鏡頭做鬼臉 擁著一對可愛兒女的隨堂 相當關注虐嬰案 直指在台灣為人父母的擔心害怕 只能與日俱增 還有藝人徐若萱也痛批 只有開除作為處分 事情會一直發生 幫目失控爆打8月女藝 已經引發各界公憤 在韓志欣 謝祐雲 台中報導